南庆要攻打东夷城 这自然不是范贤想要看到的局面 他想看到的乃是东夷城与北齐联手攻南庆 而南庆朝中无人 只得由范贤力挽狂澜 然而事实就是这样 总是事与愿违 范贤曾对陈平平说 既然是他帮庆帝出谋划策 攻打东夷城 那便该由他来阻止这场战事 可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陈平平并没有这么做 范贤不由在心中琢磨 难道陈平平还打算让自己当太子 他不确定 可无论陈平平是怎么打算的 范贤的想法一直很明确 那就是必须阻止这场战争 你想如何阻止 范贤眉间的皱纹更深 范贤不是主将 倘若军中无将 这场仗还怎么打 范贤的笑容显得很是灿烂 范贤与当年叶庆梅之死 到底有没有关系 范贤和林若府还在查 但就他和庆帝的关系而言 如果当初庆帝当真是默认了太平别院之事的话 那么范贤肯定逃脱不了干系 毕竟在当时 范贤乃是庆帝的心腹 这么大的事 庆里若是知晓 秦家也必顶知晓 此次秦烨又奉明出征 正是范贤下手的好机会 且不说 能不能从秦烨嘴里问出点什么 至少也能阻止南庆攻打东夷城不是 你要动秦烨 他可是个酒品上的老家伙 私底下好称半步宗师 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范贤有些担忧 毕竟秦烨能够重认秦家雄风 没点本事怎么能行 再加上秦家与皇室的关系 范贤这么做的危险系数很大 有书在 没意外 范贤笑呢 我管你什么酒品上 还是半步宗师 在我五竹书面前 通通都是贤女 那你也要当心 得罪秦家 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范贤担心的是 一旦范贤对秦烨下手 那他就会在京都 给自己树立一个强劲的敌手 这对范贤日后要做的事 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事 反正也在调查他 干脆一点 岂不是正好 范贤不想考虑太多 思虑太多 反而束手束脚 既然秦家乃是当年 在京都的几大士族之手 那拿他开刀 乃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而就在这时 林若甫来了 范贤与范贤相视一眼 急忙赶到正厅 林若甫坐在客厅的右手手座 袁洪道就站在他的身后 有消息了 这些日子 林若甫一直在通过 自己在朝中的关系 暗中调查 当年叶清为之死的事 而此时秦烨受封大将军 林若甫却来了 这不得不让范贤猜测 他是不是调查到了什么 二十年前 秦烨的确与皇后有过协议 太平别院事发之时 秦烨也的确去过皇后庆功 林若甫的能力在此刻 得以完全的体现 谁也不能怀疑一个 在庆国朝堂上 混集二十多年的宰相 所拥有的能量 这么隐秘的事 除了林若甫 范贤还当真想不到 还能有谁能查得到 何处查之的 范贤急忙问道 当年陈平平血洗皇后一族 陛下一声未出 显然是他私下授意的 但是陈平平也不傻 皇后一族若是与叶清为之死有关 他自然要详细地调查 只是当时的情况很混乱 很多人都是甘月赴死 所以陈平平在当时 也没能调查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直到最近 我重新调查当年在皇后 宫寝奉世的那些奴才 这才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当年有一个小太监 跟随皇后逃出皇宫 但却被陈平平抓获 但不知怎么的 陈平平却放了他一马 陈平平知道 我在调查此人 前几日给了我一些线索 我在京都城外五十里的 一个小村庄 找到了此人 林若甫说着 一个满头白发的污糟老人 被人带了进来 而在看到老者的瞬间 范贤神色顿时大变 晴玉 范贤失声喊道 老者抬起白手 两人四目相对 两人脸上各自呈现出了震惊之色 范贤 晴玉沙哑的嗓音 好似被什么东西烫伤过嗓子 给了一种格外瘆人的感觉 你还活着 范贤上前扶着晴玉 上下打亮了一番 脸上的震惊 已经快溢满出来了 爹 这位是 范贤不知这个所谓的晴玉到底是谁 但就从他和范贤相识来看 这个人的来历必不简单 范贤扶着晴玉坐下 而后命人送来清茶 你竟然还活着 我以为你已经 范贤一身苦叹 脸上的震惊顿时化成了无奈的悲痛 原来 这个晴玉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 侍奉在庆帝身边的两个太监之一的贴身事件 而另外一个 则是陈平平 陈平平 范贤与庆帝都是从小一起长大 只有晴玉是后来太后安排给庆帝的 所以晴玉与庆帝的关系 也并没有陈平平 范贤与庆帝的关系那般深厚 而且庆帝也知道 太后安排晴玉在他身边 其实只是为了监视他 但陈平平 范贤与庆帝都是庆帝身边 唯一几个比较清静的人 所以私底下关系很好 范贤与庆帝一番久别重逢后 正听最终还是安静了下来 宁若夫像个没事人一般坐在那里 见了两人的久别重逢 热泪盈眶 脸上却一点表情也无 而范贤自然也不好打断两人 直到范贤缓缓地道出晴玉的来历 片刻后 范贤看着晴玉 起身拱手 晴老 晚上范贤 叶庆梅之子 有一事我想请教 当年太平别院事发之时 晴家到底与皇后 有没有串联 范贤想听晴玉亲口道出当年的实情 而不是从林若福嘴中听说 晴玉听闻此事 目光当即转向范贤 见得范贤微微点头 这才轻叹一声 用沙哑的声音将众人带入回忆 二十年之久的时光 摧残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身体 更多的乃是一个人的精神 晴玉当年未曾跟随庆礼一起出征 那是因为当时皇后刚刚诞下皇子没多久 所以庆礼将秦玉放在了皇后身边 至于为什么没有留下陈萍萍 这自然是不需要解释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太子和范贤的年岁相近的原因 因为他们都是在那一年出生的 皇后刚刚生下太子 不足半年 陛下又忙着亲征 太后对后宫之时不闻不问 陛下这才把我留了下来 当时陛下叮嘱我好声伺候皇后 切不可让皇子出现丝毫意外 可就在陛下出征后不久 皇后便召见了请宴 他们在皇后的寝宫谈论了很久 为个宫外之人 自不便留在皇后身边 所以他们到底谈了什么 我一点也不知道 可那之后不久 太平别远事发 整个皇宫都乱起来了 所有事件都一个劲的往太后的寝宫跑 皇后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一开始我以为这件事跟皇后没有关系 所以向陈萍萍传信的时候 只告诉了他当年太后寝宫的情况 但后来 陈萍萍率领黑旗绞杀皇后满门 我这才反应过来 陈萍萍向来聪明 他这样做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本想说明情况 可当时被陈萍萍抓回去后 陛下去来了 原来 当时陈萍萍不是没有审问晴宇 而是还没有来得及审问 庆里就从前线赶了回来 晴宇毕竟连迈 回忆总是断断续续的 很难让人连贯成一个完整的画面 但是他的这番回忆 却给了范贤很多的线索 如此说来 秦家与当年之事必定有关 这一下 范贤越发地肯定了之前自己的计划 还有 陛下早就知道皇后与秦业所谋 所以才会命陈萍萍 缴杀皇后满门 至于秦老 你与当年之事并无关系 所以陛下才没有让陈萍萍杀了你 晴宇在这件事中扮演的 就是一个无辜的路人 他本是庆帝安排去照顾皇后的 但却被皇后卷入这场杀身之祸中 遭受到了持余之殃 而庆里也知道皇后与秦家所谋 晴宇并不知道 所以即便当初 秦玉带着皇后逃跑 庆帝知道后也并未杀了他 更为关键的是 庆帝放的秦玉 其实很大程度上 乃是他以为秦玉并不重要 但殊不知 秦玉知道的这点事情 恰好就是范贤所需要的这点线索 但你现在 依旧没办法肯定 当年皇后与秦业所谋之事 就是太平别院所发生的事 范贤给了范贤泼了一盆冷水 即便此时秦玉能够证明 当初皇后与秦业有过谋划 可谁能知道他们谋划的 到底是什么呢 此时范贤依旧没有直接证据 能够证明秦业参与了当年之事 秦玉的回忆里 也并没有再出现其他事 整个故事只是涉及了 秦业与皇后密谋 范贤命人将其带下休息 范贤看着秦玉的背影 眼神中不由浮现出一丝怜悯 可怜并不是范贤的特殊感情 只是在看到秦玉的时候 范贤心里不由自主地 便浮现出这种可怜的感情 但他并不知道 他到底是在可怜秦玉 还是陈平平 无论有没有证据 抓捕秦业的计划 都必将执行 当初陈平平便是苦于没有证据 证明秦家参与了此事 所以血洗京都 十几个豪门 但秦家却稳如泰山 毫发无损 陈平平有些时候 虽然诡异 但在这件事上 却异常地讲究证据 正如他所言 证明秦家参与了此事 那便等同与 证明的庆帝也参与了此事 而在陈平平内心深处 他是不愿意证明庆帝 参与了此事的 大理正是因为这种抵触 所以他才会格外地强调证据 可范贤并不是陈平平 虽然他也讲究证据 可庆里此次 东征的意图如此明显 而秦业 又确实是与皇后有谋划 皇后一族被灭 秦家岂能干干净净 在别处找不到实质证据 那就从秦业身上找 但你想过没有 倘若陛下知道了秦家 参与了此事 那他为何在已经牺牲掉 皇后一族的情况下 而选择了保护秦家 难道说秦家对当时的陛下 影响更大 作用更大 范贤的意思是 倘若秦家当真与当年一案有关 那庆里为了显示出 自己与这件事没有关系 必然会抹除一切与自己有关的东西 比如皇后 比如秦家 可是当初陈平平血洗京都 整个皇后一族 境界被灭 唯独秦家保存了下来 这岂是庆里的手笔 难道说皇后一族的作用 还不及一个外姓氏族 我倒是有个想法 这时 半上没开枪的林若府 呼的说话了 范贤与范贱当即将目光转向他 按照你的推断 若是陛下当真知道当年之事 甚至参与了建局 那他总需要一个动机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林若府的意思也很简单 那就是庆里若要杀叶青梅 动机是什么 既然要杀叶青梅 当初又何必冒着与太后敌对的风险 迎娶叶青梅呢 另外 叶青梅为庆里带来的好处 乃是显而易见的 庆里如此的恩将仇报 已经超出了常人的理解 我与陈明平谈论过此事 我和陈明平都以为 是我娘太过强大 无论是监察院还是内库 一或者是四大宗师 或多或少都与我娘有些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我娘的实力 已经完全凌驾于庆里的黄犬之上 所以她有理由杀了我娘 范贤之前就与陈明平说过这个理由 那好 顺着你的这个想法 我们继续深入 既然陛下杀叶青梅 乃是保证自己的黄犬 那你再想想 那些士族为什么要杀叶青梅呢 林若福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我娘倡议的思想 严重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 他们身为被世袭网替的豪门贵族 自然不愿意看到手中的利益 被平民百姓所分夺 所以才要杀了我娘 这件事 范贤之前也与陈明平讨论过 可那些士族的既得利益 难道就没有矛盾之处吗 皇后一旦要杀你娘 一方面当然也是因为你娘 提倡的思想 损耗了他们的利益 但你想想 若是杀了你娘 那么在所有士族之中 是不是就是皇后的士族实力最强 而皇后一族在朝中 本就是树打根深 对皇权的限制也极为严重 要不然 当初陛下何至于要清征 他清征 很大程度上 就是想摆脱这些豪门士族的束缚 所以接着你娘指死这件事 陛下 当然要铲除束缚他皇权的最大阻力 也就是皇后一族 精彩内容 下集再见